奇怪 自然得吻 但是圣妙五成 殊圣唯妙的五成 你眼睛看一看以后 自然皆生 练佛练法练生之心 耳朵听闻音乐以后 也自然皆生 练佛练法练生之心 所以古人古德说 他说这个极乐世界 你到极乐世界 你等于是进入到佛的大崩裂盘 所变现的一个国土 急重身心头大绝海 你到佛练的宫德海 你还要堵射六根吗 不可能吗 对不对 所以极乐世界 它是在一个很自然的情况修学 我们说佛世界修学是很不自然 要强迫自己 不能念要他念 不能钻要他钻 强迫就是不自然 我们不能神心所欲 我也想要看这个东西 不能看 我也想听这个声音 不能听 你肯定要把六根 收射 要回观还照 但极乐世界的国土 他所提供的是一种 很自然的过程当中 让你听闻佛法 让你增长善根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跟苏博世界 我们苏博世界当然也可以听闻佛法 但是你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 是非常不自然的 你要勉强自己的 我们看第六根 那么记住武通 这个武通当然 他牵涉到我们整个果报的庙用 阿弥陀佛他的规划国土 他的当初的规划是认为说 你到了极乐世界以后 你当然有些人他是不喜欢到处跑 你可能只待在极乐世界 但是有些人他是喜欢到十方世界去遨游的 那么阿弥陀佛也考虑到这一点的诸位的需要 所以他给这个果报题 他提供你这个果报题 除了能够身心安乐 道夜增上以后 他给你记住武通 那么有方便于你能够亲近十方诸佛 这是果报题的功能特别强大 我们看经文会容易清楚 好 看经文 设我得佛国中天人 不得神族 以一念起 下次不能超过百千亿 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 那么设我得佛 就是假设我得佛以后 国中的天跟人 这两种众生 不得神族 那么他能够记住神族通 那么假设他不能够在一个短暂 一念起就是很短暂 很短暂的时间当中 这个神族通 他的最低的程度 能够超越百千亿亿诸佛国 不取正确 这个地方武通 他是用神族通做代表的 这个 我们可能要用对比的方式 大家能够了解 在苏博世界的神族通 是由禅定申请 一个阿罗汉 不是普通 一个大阿罗汉 记住 三明六通 八切多的大阿罗汉 比方说穆建人 比方说设立国尊者 他们的神通 能够飞跃到一个佛国 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你看穆建人尊者 有一次在听法的时候 他打一个妄想 他说佛的音声 到底可以传到多远 他用神族通飞到了一个 苏博世界 飞到另外一个世界 他还听到佛的音声 结果他飞不回来 后来用佛多 他意念佛多的功德 他再回来 所以一个阿罗汉 他的神族通 只能够飞跃一个佛国 就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那么你往上到其他世界以后 他提供你国报体 表示什么 他这国报体可以提供你 百千亿亿诸佛国者 那么这个神族通 他这个五通的意思 在古德解释 这个四十八页说 说为什么阿弥陀佛要规划 这个五种神通的国报 他说有两层意识 第一个意思 是兼顾我们的菩提善根 因为古德解释说 因为你有神通 有这个天眼通跟宿命通 你可以一先知道众生的苦果 而厌离苦因 一先知道众生的乐果 而心求乐因 你从神通当中 你在极乐世界 你看到的某一个人 他造业 结果当下多落到上二道去 你也看到某一个人 在布施十诫的时候 没有多久 他往生到天界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对因果的因言道理 更加的深信不已 当然我们对佛陀是有信心 他说的话我们相信 但是你从这个实际上的印证 你的信心更加的坚定 所以你有神通的人 他能够看到众生的 善因召感安乐的果报 恶因召感痛苦的果报 他能够加强你的菩提心 对你修行的动力 是有帮助的 其实呢 他能够亲近十方诸佛 积极胡慧之谅 有人批评 这个世界是狭隘的思想 所以你到其他世界 十方诸佛的果土你都不去 你单单往上习了净土 你这不是自我设限吗 我会到是说你说的不对 你的想法是不对 偶尔大师他反驳这些错误的思想 就是用这个神出头 他说你生极度世界 就生十方世界嘛 因为他的果报提提供你到 偶尔十方世界嘛 表面上我们到极度世界 好像只亲近一尊佛陀 好像十方诸佛 你应该都全部皈依啊 你要广泛的亲近十方诸佛啊 你这么之后选择阿弥陀佛呢 那是我们一个全方便嘛 我们先到极度世界去 但是极度世界的神通力是可以提供你到 百千一印出佛果嘛 所以偶尔大师说 生极度就等于生十方世界 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你表面上生到极度世界 但是你的果报提啊 是可以到十方世界参学的 你喜欢到药师佛的地方参学 这个阿弥陀佛经也说嘛 供养他方十万亿佛 吃完饭的时候还回来心形 那你供养十方诸佛 当然肯定十方诸佛跟你说法嘛 他也不会白白的受你供养嘛 所以说极度世界 你到了极度世界以后 你的索颜性是开阔的 因为他果报提特别强大 他的武通 我们今天只是极度神诸佛通 那其他的武通都不得了 那种果报提的那种功能 那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我们说法世界 也有一点关系 我从台湾坐飞机 但是坐飞机要坐十几个小时了 那神诸佛通那不得了 一念其次 一念其次 随着极度武通 对于我们这个增长善根 亲近诸佛 修学法门 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一个果报 我们看第七的寿命九眼 寿命九眼 对我们来说相当相当的重要 非常重要 我们看经文 许我得佛受命有能限量 下至百千亿 那由他决者不取正确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个我们下一个再说 秉事寿命九眼 我们进度中的修行者 当我们的明了心 跟佛号接触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启动两种的功德 第一个 启动弥陀 县世的加持 所谓的他利门 第二个 启动果地教 能够得到临终的往生 但是这个地方都要有条件的 所谓诸法因缘生 每一件事情出现都是有条件 也就是说 当我们记住了对名号的信心 你相信阿弥陀佛一定可以就把你 你去接触名号的时候 阿弥陀佛的确能够 用他的无量的光明 无量的寿 来加持你 让你消灾灭难 让你福报增长 的确是可以的 因为佛陀的福报 是可以跟众生分享的 这点是做得到的 只要你信心记住 第二个 你必须记住往生的愿意 那这个时候你愿意又记住 你就可以启动 弥陀四十八言当中有关的 往生进度的功德 如果你只有信心没有愿意 你念佛只是校业障 征服报 所以说 我们必须透过对极乐世界 医政的庄严 来培养我们对 净土的号要 对净土的星球 是这个道理的 我们才能够把这个佛号的功德 是全部的 把它启发起来 而不是启发一半而已 好 那么我们这个寿命九元 我们解释一下 看第十五页 赦我得佛 寿命有人限量 下次百千亿 那由他结者 不取正绝 那么阿弥陀佛他的愿是怎么花的呢 说是极乐世界的人民的寿命 如果是有限量 当然寿命是有限量 因为寿命是有维华嘛 那么除了法身以外啊 那凡夫的寿命肯定是有限量的 那么这个限量是 到底是到多少呢 下次就是 他不能够低于百千亿亿 节 就是我们一般说是 无量无边阿弥陀集结嘛 比佛寿命及其人民啊 无量无边阿弥陀集结 假设不如此呢 不取正确 这个厌室对我们是相当重要 所有东西的价值 必须以存在做基础 存在才有价值 你说这个讲堂 诶不错 灯光不错 空间也规划得很好 但是他所有的好 必须这个讲堂存在 一旦这个讲堂不存在了 他上面的灯光 他的格局 他的庄严全部都不存在 所以古人说啊 受者福之积也 寿命是所有福报 所有的基础 你说你福报很大 结果你死掉了 你什么都没有了嘛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当然很关心 就是说我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减少我的饮食 减少我的睡眠 我拼到一个极乐世界的果报 这个果报题 身心安乐 自然听闻佛法 记住五种神通 那这个 我这个受用这个果报的时间 有多长呢 这很重要啊 不要说我还没成佛 这个受报就结束了 你看佛祖为什么 不要我们到天上去 时间太短 短了要掉下来 那么这个寿命 当然对我们宋佛事件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就分断生死 分断生死的障碍 我们知良位的菩萨 所有的修行 从知良位到家行位 这一关是最难的 偶尔大师说 我们的整个成佛之道的因缘当中 无人一大事因缘 三界生死最难吐脱 就是分断生死 偶尔大师说 一个人把三界生死跳过去了 后面成佛之道 一帆风顺了 其实我们成佛过程当中 最难的 最困难的就是在这个 从你这个凡夫跳跃 三界这一块 是最难的 你后面跳过去以后 就像佛多说的 像这个船 离开地心引力 你看我们船要离开陆地 前面这一块是最难的 他要把你吸回来 你要用力滑 但是他离开地心引力以后 他自然的往前走 风向就带来你前走 这块就是我们的三界生死 那么三界生死为什么难呢 因为他有分断生死 把我们中断 你看 诸位想想看 你能够坐在这个地方 听闻佛法 你没有善根行吗 你想想看 诸位是多生多绝 听闻佛法在陪善根 我们身为一个法师 我们的功能就是个小闹钟 我是唤醒你的善根 那诸位有善根 为什么到现在还在这个地方 还是在不得心呢 因为我们前生很多很多的善根 被死亡中断 你看 你前生的时候 三十几岁遇到佛法 恍然大悟 原来生病是这么回事 开始用功 到七十岁八十岁 身心世界调得最好 夕阳无限好 可惜净凰 就把死掉了 死掉以后来生 又开始糊里糊涂 莫名其妙过日子 到了三十几岁又醒过来 在偶然的机会 听到某一个法师说法 把你善根唤醒了 又开始用功用功 到八十几岁又死掉 你要修到什么时候 你这个谁啊 主快开了 把它关掉 主快开了 我们的问题就是 我们不能把 我们不能把每一次的善根 把它累积起来 这是个问题 就是退转 为什么 就是死亡的问题 对我们太厉害 因为我们寿命太短了 一旦死亡 我们就忘掉了全身 隔音之谜 所以有些人 他要在三界里面 生生世世的历练 我要提醒大家 你要注意死亡的问题 要注意什么问题 其实 很多西藏的转世的南妈 他转到后面 不见得比全身好 这是事实 真的善根是会退化的 不见得你今生修得比全身好 不见得 主要知道 不见得 因为三界的生死当中 善根是不能累积的 你不要以为你今生修得比全身好 不一定 因为我们可能会对把全身的善根 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前生有些善根 有些善根 你今生可能还在你的阿赖也是的 脚 墙脚的地方 你还没起滑起来 因为你没有阴眼 你还没有遇到你相应的善之士 有可能的 所以死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我们无可奈何的障碍 但到底其他世界不同吗 其他世界他的寿命够长吗 你可以把你每一天的善根 点点滴滴的累积起来 你说我这个人就喜欢懈怠 我走得比较慢 人家拜佛拜一百 我只能够拜五十拜 没关系 阿弥陀佛的寿命够你用了 正常的时间三大阿赞集结 他跟你无量无边阿赞集结 你慢慢来没关系 你只要不离开其他世界 你迟早到等结不少 所以说 我们在三界里面流转 就是死亡的问题 这第二个退传问题 我们现在的时代是什么 叫减结 各位知道吗 减少的减 我们的结有真结 减结 佛头不再真结出事 因为真结的人 我慢心特重 我慢心太重 减结就是什么 一代不如一代 善根不如一代 你看你儿子很不顺眼 对不对 你爸爸看你也很不顺眼 没办法 一代不如一代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趋势 因为我们现在在简洁 反正我走得越来越走 你看我们跟参公书比起来 我们很惭愧 但是我看到我的学生 我也觉得看不顺眼 但是我推想参公书看我也很不顺眼 这是没办法的 诸位 你们要知道 如果你对现在的三宝很失望 我保证你来一生更失望 我不相信明天会更好 我不相信 这句话是骗人的 这句话是 我认为这句话有误导众生的嫌疑 这句话不合乎佛陀说的 末法时代的这个思考不对 来生不会更好 你要相信 所以你今生是唯一的希望 如果你今生这个环境 你都冲不过去 你来生更懒了 我不骗你 你来生遇到的善知识 肯定比不上今生 你来生学活的环境 肯定比今生障碍多 不要对来生有所期待 我跟你讲 你今生这样的阴眼这么好 你都冲不过去的 你来生更懒了 因为他这个环境是什么 他是往这个 往堕落的方向在走 整个时代是往这种 退转的方向走 这简洁嘛 这五座肯定是越来越左的 有可能物质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有可能 但是不随顺你圣道 不随顺你圣道 所以求生净土 你要脱 你要脱对你没有好处的 越早去就是越有 因为你后来的三宝 你虽然说我三根墙怕啥 你三根墙 你也要善知识的启花吗 内衣你要外延力吗 你得要三宝的 注射三宝来启花你吗 对不对 那你你看那个来生的 像注射三宝太差的话 你空有三根 但是你所有的三根都在睡眠状态 没有人启花你 那你也是没有用 那你看看过去生 你看那个谁啊 那个很多很多的大修行者 到格式都退转了 他意不到他相应的上日识嘛 他三根没法起化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极乐世界他所提供的这个寿命啊 是很重要的 他能够让我们善根增长 不会因为死亡的问题产生中断 看第八 功德圆满 那么功德圆满 等于是把整个极乐世界的功德做一个总结 就是到了极乐世界到底 他全面是讲过程 你在过程当中 你衣食自然 身心安乐 祭祖武通 说命久远 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结果 我到了极乐世界 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看经文 设我得佛 他方佛土 诸菩萨咒 来生我国 就近彼此一生补处 除其本业 自在所化 为众生雇 披红四侃 积累得本 度托一切 由诸佛国 修菩萨席 供养十方 诸佛如来 开化 横杀 无量 始力 无上 正真 之道 超出 长轮 诸地 之行 现前修行 普贤 自得 若不 而者 不取 正绝 我们看经文 那么这个地方 等于是把极乐世界的一个 往生的人民 他最后的结果 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描绘 说 设我得果 他方佛土 诸菩萨众 来生我国 就是在极乐世界以外的这些花菩提心的菩萨 他以这个清净的信心跟坚定的愿力 在临终来依恋我的名号 那么跟我的本宴功德感应道交 受伸到净土来 那么来到净土 他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 究竟彼此一身补促 那么有些人在极乐世界 他是希望能够长久待在极乐世界 这种人一般来说 偏重 自称 智慧的菩萨 就是他能够在极乐世界一直待着 他不急得回出娑婆 度有情 那么他在极乐世界一直待着 他可以把寿命全部用完维持 他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 达到一身补促的等觉菩萨 比方说文殊菩萨 比方说普贤菩萨等等 他可以修到这种程度 当然他应该有时间 也会倾尽十方诸佛 又回到极乐世界 那么他等于是 不急得度化众生 他以先成就圣道为主 这种是属于自身上 另外一个叫做 大悲心特别重的菩萨 他是怎么样 除其本宴自在所化 为众生雇披红四凯 积累得本度多一切 有些人大悲心特别重 他一到极乐世界 大概花开见佛物身以后 他就赶紧要回到娑婆世界 来度化他过去有言的众生 那么这种人 一回到娑婆世界 他是怎么回事呢 自在所化 他肯定是记足 教化众生的善巧方便 教化众生有两个方便力 一个菩萨 不是说你教化就教化 第一个你要有神通力 第二个你得有变才 这两个缺义不可 对于协见众生 先显用神通调伏他的高慢 对于比较理智的众生 说法度化他 所以佛多度化众生 就是靠神通跟变才两种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自在所化 为众生雇辟红四凯 那么他以这个大悲立他的心 来 这个这个这个 依止这个四红四燕 入于生死的魔君当中 以四红四燕为这个铠甲 入于众生的生死魔君当中 干什么呢 一方面 从自立的角度 是积极自己的福德智慧 两种的功德 从立他的角度 来广泛的度化众生 来开启众生的智慧 洪护正华 开人智慧 把众生心中的光明 把它开启起来 那么这个人 他是怎么个做法呢 具体是怎么做呢 什么叫积累得本度托一切 这两句话 是具体是怎么实践呢 他以下就解释这两句话 说有诸佛果 修菩萨行 这个人到了极乐世界 参访过一次 他到十方诸佛果土 修菩萨行 他就做两件事 第一个 供养十方诸佛如来 亲近十方诸佛 修佛修慧 第二个 来到苦恼的众生世界 来 这个这个这个 开示度化众生 使力无上正真之道 把众生的这个正知正见 把它建立起来 所以 你到极乐世界以后 你回路说婆 你同时可以供养十方诸佛如来 同时教化无量无边的众生 那么这个时候 你在供养诸佛 在教化众生的时候 你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超出长轮 诸佛地之行 现前修行 普贤之德 如果你从极乐世界回来的人 你有超越一般 其他菩萨的 在这个诸地就是实地 你跟其他的实地菩萨的相比 你有一个特点 叫做现前修行 普贤之德 所有菩萨的功德 最为殊胜 最为难的 就是普贤之德 时空无尽的愿力 时空无尽的善巧 你看华音经 赞叹菩萨的功德 他以普贤为根本 他说 十方如来有长子 其名好业 普贤尊 十方如来菩萨 他的长子是什么 就马上要继承佛会 就是普贤之德 他每一个愿都是 恋恋相细 无有间断 身一夜 无有脾炎 我们菩萨 倒是有时空障碍 我在美国洪华 我就不可能到新加坡去洪华 我们一般的菩萨 行菩萨道是有空间 时间的障碍 普贤菩萨没有这种障碍 他时空无尽 那么你到了极度世界以后 你回入娑婆以后 你能够很快地成就普贤之德 而普贤之德 正是成佛的根本 普贤之德 那种时空无尽的艳丽 那种广道无边的善巧 所以你到了极度世界 你等于是两个选择了 第一个 你一直在极度世界待着 你就到等觉菩萨 你再回入娑婆 当然这个选择 阿弥陀佛尊重 第二个 你早一点把说明 说明太长了 我不要了 我赶紧要到苏婆世界去了 众生都等着我去度他 那么你回入苏婆的时候 你一方面有诸佛果 一方面度好众生 而你在极度世界 参学过以后 你记住 其他普贤所没有的 普贤之德 你的愿意比别人强 你的神通变才善巧 你比别人好 这是弥陀扁愿的射手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极度世界的整个一正庄园做一个总结 好我们看第三段 前面讲信心 这个专注的念佛 信念 我们看经文把它念一遍 佛问言通 我无选择 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得三摩地 是为第一 当我们开始观察 极乐 名号的功德 产生信心 我们也如实的观察 净土的庄园 产生愿意 那表示什么 表示 你有资格念佛了 你已经把心态准备好 你有资格念佛 那么念佛怎么念佛呢 当然主要是都设六根 敬念相继 就是先从点状的专注 然后到片状的相续 那么专注力 应光大师提出了三个方法 一句弥陀 应该是一句 不是一念 一句弥陀 念诵听 我们念佛的人 有三个次第 念从心旗 每一个佛号 要从你内心的归心生起的 如果你 嘴巴念佛 心打妄想 你这个佛号 是从嘴巴生起的不对 口念名陀 心散乱 那么这个叫做 佛号从嘴巴生起 不可以了 你要从念从心起 生从口出 靠你的嘴巴的震动 要创造阴生 练佛的人一定要出身 因为他是以阴生来代表弥陀的功德 他是你的规律 你就不出身 你不出身变法成 第二次是法成 法成的话不是阴生 不是索言进 我们看所有的经典 只是名号都是听阴生的嘛 你自己不创造阴生 那怎么办呢 你的手眼镜在哪里呢 所以不管你是大声小声 你起码要听得到你自己的声音 或者金刚词也可以 嘴巴震动 黄念祖老基士很强调金刚词 因为他不会太辛苦 你嘴巴震动都能够创造身相 如果你念佛连嘴巴都不震动 你很难射心 连嘴巴都不震动 那表示你的所惯性是 地右意识的法成 这个跟佛陀的开示是相违背的 佛陀是听阴生 不是看法成 因为法成是暗顿向 很难捉摸的 阴生是比较明亮 他索言进比较明亮 如果念佛人你嘴巴都不动 即使你静坐嘴巴都要动 止静的时候嘴巴都要轻轻地动 他要练 练从心急要 深从口处要受 第三个 听到你的声音 念佛人不要听别人的声音 只能够听你自己的声音 你听别人的声音 你的心向外攀岩了 不管你是一百个人 念佛两百个三百个 你只听你自己的声音 才是你的所关键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佛号 经过三种操作 念诵听以后 你听到你的声音 你叫做一念的相应 成做专注力 那么你把这个专注力 把它变成三三四 三三四四位应该清楚了 那念佛有节奏 三句 三句 四句 三句 三句 四句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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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顿一下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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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句 三百 刚好形成一个循环 好 因为追顶念 没头没尾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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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时真的没有节奏 没有节奏 很容易射心 很难射心 三三四它会构成一个节奏 节奏的东西会把心射住 它不容易跑掉 所以这个地方 印观大师说 用三三四 把这个佛号射住 让它不会跑掉 总而言之 我们这个地方强调一个观众 念佛你要有那种信念 念佛的人 你要把心力放进去 心力不可思 简单的说 就是念佛要带一点气势 我现在考大家一个问题 考大家业力的问题 看大家佛号写得怎么样 业感延起 对基础的业力的问题 维世学讲 这个业有增长业跟不增长业 如果有一个人练佛 他是 比如像我们打佛器的 他第一天练100升 第二天练200升 第三天练300升 第七天练700升 他的业是增长 这是磨甲 磨与刚好相反 他第一天练700升 第二天练600升 第三天练500升 最后一天变100升 他们两个数量是不是一样 你觉得磨甲容易往生还是磨瘾 对 为什么 因为他在造增长业 维世学上说 哪一种业最容易得果报 增长业 它的业造业大 它的势头业造业大 所以业靠近你命中的业 越容易得果报 因为它业造业造业大 你看 忏悔的业 为什么 忏悔 为什么会把业对视 因为忏悔以后 它次数在减少 它变成不增长业 主要知道 如果你做一件事情 你是业做业多 这个地方 不管是善业而已 你要注意 它肯定临终会得果报 会现前 你造一个业 是业造业多 业造业多 今年是练三千生 今年变成两千生 明年扣人成一千生 它这是不吉祥 越练越少 越练越没有气势 越没有力量 所以你必须 让你的整个业是怎么 造增长业 练佛你要有种意乐 当然气势不是说 你练大声就有气势 但不是这样 心灵的那种 皈依的心要强 所以练佛 你要不断的提升自己 不断的进步 我们不希望大家进步很快 但是每天进步一点点 总而言之 让你生命是变成活水 修行最坏 因为老餐最坏 一滩死水 练起来那感觉 糟糕了 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不是进步就是退步 花心容易相续 勇猛心易花 恒常心难死 其实初学者要冲很容易 人家在这个跑道里面跑 刚开始跑很快的 不一定就能够找到 所以你必须让你自己 练佛人 每一天都保持意乐 每天进步一点点 重点不在于那个塑料 而是那种心态 你是不断的在增长 你就有希望 你必须让进土的练佛 变成增长业 在维持学上说 所有的业最容易得火 包括就是增长业 业造业多 你的势头业造业大 如果你任何事业练 业没有滋味 那就糟糕了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你必须要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欣喜 让你对阿弥陀佛的功德 对极乐世界的 一正庄业的功德 也不断地产生意乐 不要把佛号练得 好像很沉闷 好像有练 又好像没有练 好像没有练 又好像有练 糟糕了 你没有那个气势 那这个是不吉祥 不吉祥 因为所有的业都是心在造 那个心的意乐失掉 这个业的力量薄弱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必须让业变成增长业 你必须对佛号 永远保持欢喜心 对往生净土 永远保持浩耀的心 这个是很重要 不管用什么方法 你可以多多听闻经典 看看祖师的开示 总而言是 你要保持一种 强大的信心跟愿意 你就有希望 如果这两个心态没有了 你练佛就糟糕了 没有力量 信愿是前导 欧伊大师讲的 信愿是一个前导者 这两个前导者失掉了 佛号就没有方向了 可能变成人天福报 好 好 我们看 我们把这个副表 四跟五 把它解释一下 那么 四跟五呢 看第四 第四就是讲正念真主 为什么要正念真主呢 提出他的理由 这一段是愣言经啊 说一个人 他一直妄想的过失 好 我们看这个地方有两大段 我们先把第一段 挤过出油 挤出他的过失 说明他的言由 总共四小段 我们大家把它练一遍 请合掌 佛告阿难 一切众生 从无始来 种种颠挡 业种自然 如二差距 诸修行人 不能得成 无上菩提 乃至别臣 身闻圆觉 即成外道 诸天魔王 即魔眷属 皆由不知二种根本 错乱修行 犹如主杀 欲成家传 从今成节 终不能得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一个人没有正念真主啊 只是活在心中的妄想 什么过失 有四种过失 第一个看 凡复的过失 说一切的众生 这个地方众生呢 是偏重造恶的凡复 那么他无始结来呢 他就根据自己的习记呢 种种颠倒 这个地方是起烦恼 叶种 叶种是讲造业 自然是讲果报 那么他遵循他内心的烦恼 去造业 后来得这些痛苦的果报 就像二差距 这个二差距是印度的水果 一生 生出来就三个水果 同时聚主 这货叶果 有一个就有其他两个 凡夫逢在邪恶的妄想当中 看二秤 诸修行人 这个地方讲二秤人 他思为四弟十二一眼 他不能够成全无上圆满的佛果 他也活在妄想 他活在法直的妄想 活在偏空的妄想 他也没有真正的去意念真如 他以大乘的佛法来说 二秤人还是打妄想 集成外道诸天魔王及魔剑鼠 这个是讲照善凡夫 那么照善凡夫 为了追求人天果报 追求感应神通 变成魔王 变成剑鼠 虽然布施 持戒忍辱 但是心中 还是有所执着 有所得 那这三种人都的目的 就是不知道内心两种根本 而错乱修习 譬如真杀 亦成家传 你把杀要煮饭了 煮一辈子 毕竟是杀 因为你还是活在妄想当中 那这两种根本是什么呢 我们继续往下练 银河两种阿难 一者无是生死根本 则辱今者与诸众生 用攀缘心为自信者 二者无是菩提 涅槃缘亲近体 则辱今者是今原名 人生诸缘缘所仪者 由诸众生以此本名 虽终日行 而不自觉 往入诸去 那么两种根本 先看生死的根本 就是众生的生死根本是什么 攀缘心 攀缘心就是说 我们的心跟外心接触的时候 先产生一个感受 如果你是善业体现行 你会产生快乐的感受 如果你是罪业体现行 你产生痛苦的感受 那么感受下一个 你会产生很多很多的想象 维世学上中名言分别 就是想象 然后你就住在想象当中 以它当中你的本来面目 就跟着你的想象走 所以我们一般人是跟着感觉走 跟着你自己的想象走 这个就是标准的攀缘性 热言经的正念真如 就是要走出你心中的妄想 你要走得出来 不随妄 就是要走出你心中的妄想 来到你心中的妄想 来到你心中的妄想 使用她心中的妄想 来到你心中的妄想 来到你心中的妄想